如果给你一把铲子,让你一直向下挖,能把地球挖穿吗? 其实这个问题,很早之前就有人提过,并且苏联还尝试过,不过就在挖到12262米的时候停止了。 针对这个原因,有人说是地壳内部太过炎热,钻井设备无法工作,也有人说是因为工人在工作的时候听见了圣人的嚎叫。 地球内部究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? 地下70厘米,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兔子和鼹鼠的老巢。 地下2米,这是我们人类最终会长眠的地方。 地下4米,被诅咒的古埃及法老的陵墓就埋藏于此。 地下35米,这里建造了秦始皇的地宫,里面究竟有什么,现如今无人知晓。 地下40米,这里存在着意大利乃至世界上最深的游泳池,还破了世界吉尼斯纪录。 下面我们来到地下55米深的地方,德林库游地下城市就存在于此,总面积2500平方公里,高度有8层楼高。 这座城市虽然处于地下,但是应有尽有,十分繁华,可以容纳2万人居住。 地下120米的地方,这里有一棵巨大的树根,这棵树不会开花,也不会结果,但是却存活了很长时间,根系如果放在地面上,可以有三四十层楼高。 地下150米处,有一座名叫萨拉银矿的酒店,它是埋藏在瑞典地底深处的一座酒店,到现在已经存在了500年了,并且还是世界上最深的一座酒店。 别看它处于地下,想要在这里住上一晚,可要花费不少钱呢。 下面我们来到地下240米处,我们可以在这里乘坐世界上最深的铁路轨道,这条轨道连接着日本的本州以及北海道。 继续挖到392米时,我们看到了乌亭丁水井,它是世界上徒手挖井的最深代表,地处于英国。 地下603米,这里有世界上可垂直下降最深的洞穴,它就是熔岩树井。 地下1160米,这里有世界上最深的蝙蝠洞穴。 地下1270米,这是芬兰人用来开演唱会的地方,在这里听演唱会,肯定别有一番风味。 地下3600米,这里生存着一种神奇的多细胞生物,这是目前生活在地球最深处的动物,名字叫做恶魔如虫。 而到了12262米,这里就是当年苏联开展的科拉超深井计划挖到的最深处,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苏联停止了挖掘呢? 最后被迫停工的原因有两个,第一个就是经费不足,因为地球内部的温度太高,甚至超过了316度,在这种温度下,钻头很容易坏,所以需要很大一笔经费的支持。 在钻井技术没有提升之前,这样的挖掘成本太高,所以只能停止钻探计划。 第二点是因为洞内诡异的叫声。 当时的技术人员表示,他们在钻井的过程中听到了无数圣人的嚎叫声,甚至还流传出了地域学说。 但是这个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,后来有研究人员表示,因为地球内部的岩层经常会发生一些自然活动,因此钻井内部会出现一些高频声波,这些奇怪的声音就是这样产生的。 苏联当时的做法,放到现在来看都是天方夜谭,地球的直径高达12742公里,人类探索到的不过是千分之一。 而且,就算人类现在拥有可以挖穿地球的能力,也不会去实施。 对于我们来说,保护地球才是最重要的,毕竟这里可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。